中华職棒为了让新成立的球队 战力可以跟其他的队伍平衡一点 所以有一个扩边选秀的规定 中职新同学台岗雄英 就从其他球队的保护名单之外 挑走了一名投手还有四位的野手 其中唯一的投手张喜凯 去年因为心理状况影响到他的投球表现 但台岗的教练团有信心 可以让他找回原有的身手 南台湾球队台岗雄英 加入中华職棒的行列 根据联盟规定新成立球队 可以从其他五队三十人的保护名单之外 各挑选一到两名战力 而台岗雄英最后挑了一名投手 还有四名野手 原本效力中信兄弟的杜佳明资历最丰富 虽然他只有二十六岁 却已经在黄山军待了七到八年 从最熟悉的球队离开 心里不舍却也充满感谢 一开始真的是蛮就是吓到这样 然后可是后面就是停下来想一下 就感谢很感谢球团对我的肯定 因为这是毕竟扩编选后被选过来 就代表球团对我们的肯定 有看重到我们这样 台岗雄英的球员阵容年轻 但是教练团却很有一套 扩编选秀中唯一的投手 是来自乐天逃遍的张喜凯 他是下攻型投手 去年调整状况不理想 在二军载福载城 不过总教练宏益中并不担心 他认为日籍的投手教练 和天九折一定能帮迷航的潜水艇 张喜凯找到新方向 感觉好像有一点失意的样子 我昨天也跟他谈了一下 但是说他的手配是去年 有一点不舒服了 那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那我会找那恒田的话 是因为恒田以前有调整过 那个阿盖 廖宇辰的那个经验 然后就接种恒田的经验 他在我丢球的时候也会在旁边观察我 然后我也是蛮期待能够 在他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然后得到更多更多的帮助 这群扩边选秀的球员 在台岗雄英拥有新舞台 期盼在教练团的调教之下 勇敢展示高飞 华视新闻陈一文 林淳沛高雄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